然后呢,我再反过来给大家说一个什么问题,一个误区,一定要反过来,刚才跟那位老兄说了,我俩再说的问题,他一年用四次水溶肥,这是错误的,错到哪里呢,大家记住,全年低下部就是凉次肥料,凉水,凉次水,凉次肥料,第一次呢,秋烧停长之后,九月份,秋烧停长了,一直到卸着果之后, 咱们带着果子,作业不方便,都是推到卸了果子之后,是吧,那是叫基础肥料,基础肥料就用农家肥,配生物有机肥,发酵好之后就用那就行了,不要乱用其他的东西,用了也不起作用,用多了浪费钱,再多了起副作用,他把根就烧了,你看咱很多的树,咱们这边还好,有的很多地方那个树都,那个树杆上都裂这么宽的口子, 这么宽的沟,从上面裂到下面,那都是咱们用肥料,量大集中用了不对的肥料,不要盲目浪费啊,这是一次基肥,冬天呢,如果说,这个,这两年,去年这个伤情比较好,如果说旱呢,冬灌水,这是一水一肥,第二水和第二肥,就是追肥,一次基肥,一次追肥,全年就两次啊,追肥就一次,基肥一次, 讲到最佳的时间点,就赶在开花前15天,春天开花前,你连水带肥,你那个水融肥,全年四次,后面全部砍掉,就不要再用了,连水带肥一次,给它搞定就行了, 那那个时候它起到什么作用呢,就是第一,要让咱们确保全年的树势不弱,全年树势不能摔弱下去,一年之一在于春,把这个基础打好,这个基础打好,怎么样,什么叫基础打好了呢,就是,把地下部的根系,给它复状了, 树大根深,根深叶茂,这个道理就这样子,所以说你水融肥配合,植物生长平均,正常情况下就是,最多10公斤一亩地,一亩地10公斤, 加上植物生长平均5公斤,随水一冲就行了,全年就搞这一次,你非得在7月份,8月份去做这个事, 做这个事呢,7月份,8月份,咱都知道啊,你看树它有春梢,有秋梢,你看这段它就秋梢,是不是,这段秋梢,从这里长到这里,这是春梢,这段就秋梢,刚好在7月份它长条子来,你再给它肥料,它进去,它都从这就抽出去了, 所以顶坏了,就给你冲掉了,看一下吧,是不是,本来这个,它顶的又是这个顶牙,应该是盛花,这都没盛开了,所有的这顶花都没盛, 对啊,所以说7月份,8月份,从7月5号,就7月上旬,因为7月20号开始,秋梢开始长嘛,你往前推,15天,就要控水控肥了, 所以说进入7月份,就不能再追肥了,就是说,一直要控到什么时候呢,一直到秋梢停长之后, 所以说你那个7月份一边,8月份一边,都是化蛇添足,不惜,不惜好作用,还惜副作用, 半花就冲掉了,而且最终的结果就是,果子长大长不大不知道, 反正它是不红,反清,对不对,它就弄错了,所以这个一定要揪过来啊,这是这个啊。